這裡有一些鹽,一杯水,一個漏豆和一個長頸玻璃瓶 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想將水加入鹽 看看水的體積和食鹽的體積是否等於飽和鹽水的體積 現在我們先將鹽加入長頸玻璃瓶裏 稍為整平一下 接著我們將水加入長頸玻璃瓶裏 同學留意,水是慢慢倒進去,不會沖散鹽 我們看到鹽和水還是分開的 我們現在看看水的位置 水的位置現在是在黑毒的上面 好,現在我們搖動長頸玻璃瓶 好,我們再看看水的位置 水的位置現在是在黑毒的下面 同學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試試用粒子和粒子之間的空隙來解釋一下這個現象 這個實驗,我們會將鹽加入熱水裡面 看看經搖勻之後混合物總容積的減少 我們會用到一些食鹽,salt 一個容量瓶,volumetric fast 一個漏豆,funnel 還有一杯熱水,hot water 我們先將大量的鹽倒入容量瓶 然後慢慢倒入熱水,去到黑毒的位置 即是白色箭嘴那裏 蓋上瓶塞,然後用力搖昏混合物 我們再看看水的位置 總容積的位置由白色箭嘴那裏 下降到黃色箭嘴那裏 同學,位置的改變和水的溫度有什麼關係呢? 喪咪